那你剛才要說這張照片 對啊 我要補充一下 這張就是我那時候 在做負責那時候收到的照片 跟大家 不好意思 講一下 我有職業傷害 這張也造成我有一點傷害 就是說他印象太深刻 所以不知道你們還沒看清楚 就拜託 不要看那位小姐的眼睛 因為我那時候看了一眼 到現在還記得 你不要管為什麼 就真的不要看 對 那那時候我收到的時候是這樣 是他爸爸 這個妹妹的爸爸寄過來的 還附了一個照片 還附了一張底片 這樣是不是可以幫他 你不講 不覺得 你越講越覺得可以 然後呢 走過來 這隻車就是他家的會車 然後他寄過來之後 因為我都說 你如果是真的靈異照片 你要附底片 對 他寄過來之後 我每個看都看他看誰 那裡 雖然不工整 但是提議很清楚 他說他就是要去宜蘭 中午休息的時候停下來 他女兒騎你頭前 要把車子上去 因為就在自己的車上拍 拍了也很高興啊 是回去追照片的時候 他後面發現 第一個現象就是說 這個布雷 因為他一直翻拍 再翻拍嘛 因為我們沒有勞原版的 對 裡面就是有人 就跟那個 李美亞有做人 那時候印象當中 當然他反光出來就是佩佩 奔冰這個一開始 我們看的時候 我還不知道是阿平 太明顯 對 想說可能很多 但是每次你就順到 他的明顯可能比較親 就是原住民 應該不錯 看到後面就都會這樣 丟一顆 他沒腳 那沒腳 你看他的構圖就是 腳沒有鞋子 沒有 因為一般也不太會這樣 一般有些是裝一隻 不然有些他就不知道 那處理一下 你感覺他就是那個 不會這樣 不會這樣現現 後面那個 我們就有那個 林學老師兩個 林學 這張照片呢 他就說他會跳 他說後面跳就是靈異 他說跳得像撞不住 那那個 我們的那個暗房的照片 從科學角度在看 他說這一張 如果不是那個小姐 旁邊組著拐杖騰空 有沒有 他一斤不是在裡面 一定要撐住 除此之外 他完全沒辦法解釋 不可能啦 那個撐不住 我其實我問他老爸 他女兒不是在那裡 我說 你女兒女兒不知道 都有頭髮 都看守 都沒有 都沒有問題 我說那你那時候 有沒有看到這位小姐 他說就是沒看到 我才寄給你們看 所以到現在還是記憶猶新 那最後請教一下 廖老師 你剛剛講說鬼門關 有人其實進去又出來